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解111年台北捷運的基本電學 這一張考卷我不會用計算機,所以等一下就直接能算多少算多少 除非等一下解到有一題 我記得有一題不用計算機解不出來,但是可以用刪去法 我那一題做到在說,呵呵,安安 來第一題,根據認次定律,當線圈磁通增加時 對於線圈感應電流變化的敘述或者正確,認次就是反抗它增加 所以就反向,產生反向的磁場以反抗磁通增加 這個大家應該都可以吧 再來第二題,寫完就把它圈起來好了 下列合者,據數正確,卡為熱量單位,沒錯 一卡的熱量約等於一焦耳嗎? 我是計一焦耳等於0.24卡,那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想到說 誒,一度電不就是1000瓦小時 那可能有的時候我們就要跟一些 誒,不是我們本科系的人講說誒,一度電大概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換算成卡,然後用幾碗白飯跟它說 誒,我們這個電大概是怎樣的一個能量 所以第一個就錯嘛,你把這個0.24拿過去除 就可以知道一卡是多少 絕對不可能是剛剛好一卡等一焦了 二導,導電率與電導係數成反比嗎? 導電率跟 這個文字敘述我想一下 跟電導係數 導電率跟 電阻係數 導電率 圈起來等下再想 導體的電導值與導體的截面基層反比嗎? 這個你要小心它是 電導值不是電阻值 所以我們一開始 會想說R等於R乘A分之L 你會發現說,誒,截面基會跟電阻層反比 沒錯,但是它是電導值 是問你R分之1 所以3是錯的 4-溫度係數 表示在溫度下降時電阻升高 這個沒錯 正溫度係數就是溫度越高電阻越大 是正確的 2這個文字敘述 導電率與 電導係數成反比 這個應該沒錯吧 這看起來應該是對的 導電率 跟電導係數 這個應該不用什麼解釋吧 我直接挑下一題喔 將100伏特電壓加至某電阻線上通過之電流為16A 今若將此電阻線均勻拉長 使長度變為原來的2倍 接至相同的電壓 則通過的電流會變成多少 100伏特電壓加在某電阻線上 好,我假設這個電阻是R好了 它流過16A 所以R會等於V除以I 100除以16歐姆 他記得他說 將此電阻均勻拉長 那一樣帶剛剛的公式 這個 長度變成原來的2倍 等於R乘2L 那我們的截面積就會變成1 2倍 把係數提出來就變成4倍的R乘A分之L 就是原本電阻的4倍 我們就可以知道R2是多少 原本電阻的4倍 25歐姆 行嗎 接著他問說 在接至相同電壓 則電流會變成多少 大概會等於V除以R 好像同電壓 100伏特 除25得到4安培 第三,來更正第四題 有一部額定輸出是10k瓦的抽水馬達 每月僅滿載運轉20天 滿載運轉效率是80% 每度電費是4元 每月因滿載運轉效率問題 導致的損失電費是600元 而抽水馬達 而抽水馬達在滿載運轉期間 每天使用多少小時 多少小時 這題跟之前 一個面試的題目很像 然後 比較複雜的一個算電費的題目 我們來看喔 它的效率 是80% 那效率就是 輸入分支輸出 然後 其實它就是輸入 分支 輸入 減損失 可以嗎 然後 它現在 我先把 可以解出來的先把它解出來 因為畢竟 有可能會出現說 以後會問 我等一下會要講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比如說 我們知道前面這一段 就可以知道它的輸入功率是多少 因為效率 一百分之八 也就是十分之八 等於輸入分支輸出 然後我們這個題目上面寫 額定輸出是10k瓦 我們把它放上去 然後交叉相乘相等 8pi 會等於 1 2 3 4 5個0 所以pi就等於多少 1 2 4 1 2 4 8 5 4 8 4 欸 用約的 怕我算錯 因觀眾要求 不要用計算機 之前的時候 有提到說不能用計算機 1 2 3 1 2 3 所以是1 2 5 0 0 瓦 這個是輸入功率 這樣算起來好像沒什麼用 對吧 所以我們再代入上面這個 pO不就等於pi-plos嗎 pO等於pi-plos 然後輸出功率 然後輸出功率就是題目給的10k瓦 欸 那就有用到啦 pi是多少 剛剛算出來了 1 2 5 0 0 減掉pDoS 1 2 5 0 0拿過去減 所以pDoS 兩面同時乘一個負號 就變成 2500 這他的損失功率 這他的損失功率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們只要算出 他這個損失電費600元 去把他換算出他是幾度電 因為幾度電是能量單位 W W的單位嘛 他的單位是交耳 就是會有pXT可以嗎 就會有時間出現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損失電費換算一下 那怎麼換算 600元 是怎樣才會有600元 就是 變轉20天 滿載效率 每度電費是4元 每度電費是4元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 600元是幾度嗎 就是600 除以4可以知道他是多少度電 是 150度電 150度電 也就是150 123 千瓦小時 千瓦小時 然後他是問 每天平均使用多少小時 知道怎麼換算 150度 150 150 幾瓦小時 150 幾瓦小時 他先跟整150K瓦還要再除20 就可以知道他一天花多少 因為他是問每天平均嘛 可以嗎 這個如果是考試的時候可能會有點緊張 你可以先把這個第四題跳過 然後等全部寫完再來做這一題 繼續 所以150 150去除20 就可以得到一天用多少嗎 其實是7.5K瓦小時 也就是 7500 瓦小時 然後再除以2500 就可以獲得答案 就是3小時 答案選3 答案選3 第五題 1 如下圖所是弱鐵心中的 B C 的磁場 B C 是磁通密度 因為他這邊是面積平方嘛 一尾薄 每平方公尺有一尾薄 假設鐵心與氣系結面積相同 並忽略邊緣效應 邊緣效應就是他除了氣系 裡面的磁通有可能這樣子走之外 他有可能旁邊這邊也會這樣子繞 他就把這個旁邊忽略掉 就是直接通過去的意思 求在氣系中的磁場強度為何 我們磁場強度就是H嘛 代號 那他就是 磁動勢去除 我們的 磁入長度L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先把磁動勢找出來 磁動勢就等於NI 然後又等於5乘R 那這個大R就是磁組的意思 磁組其實就是 L除以 L除以μA 可以嗎 那μ其實就是 4π乘10的 負7 再乘上 前面積分之L 還有什麼要算 磁通量 phi 其實就是 就是 1 1 4π乘10的 4π乘10的負7 分之L 我們再把它帶入原本我們的 磁場強度的公式 答案就出來了 H會等於 L除 4π乘10的負7 再乘上L分之1 就是 除變成分子都沒有顛倒 也就是成它的倒數 所以答案就是 4π乘10的負7分之1 那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背過 我 我有點忘記以前 要不要背這個 4π乘10的負7分之1 然後我現在已經忘記這個值是多少了 所以我必須要 用手把它算出來 畢竟這個考試聽說 不能用計算機 我直接把它算出來 4π乘10的負7 4π乘10的負7 也就是 哇這個 有點難算 大家以前高職老師 有說要被這個倒數是多少嗎 有的話那這題就很簡單了 就可以直接選 128 4520 所以是 這麼多 25乘10的6 25乘10的5次 去除拍嘛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寫 就是 要對應題目的10的5次 所以我只要把25 除拍把它搞定就可以了 拍就是3.14我代3 24 其實就可以選最接近的嘛 與8最接近的答案其實就是4 這樣可以嗎 7.96乘10的5次 第六題要開下一頁 是 1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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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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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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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维度分析法列出的方程式如下 我们就开始列啊 我先从i1开始列哦 我从这一点开始看 往旁边看 第一个 依据i1 等等哦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题的主角是这张图 所以图应该要放大一点 对吧 放大一点 大得比较好看 但应该够大了吧 从这边看进去 然后扭入为正流出为负 然后接着 i2也会给他一个电压 那我用 粉紫色 有入为正流出为负 可以吗 这个是i2给的 那i3给的呢 诶更正哦 i2给的还有这里 跟这里 i3我用蓝色 好 我们先看 第一个回录 那这张考卷由于我是都用零碎的时间做 所以我就没办法跟大家说这张考卷要写多久 不过应该也差不多是四五十分钟了 差不多 第一个 哦 先压伸十五 然后再压降 因为我们这个回录i1啊 压降就是一加十加十 我就直接写哦 二十一i1 然后呢 对这个粉紫色i2来讲是压伸嘛 所以再压伸 只i2 然后对这个蓝色呢 也是压伸嘛 负到正 再压伸十i3 这个是第一试 接着第二试 那我从这里开始看好了 压伸十 再压降 一加十加九 所以是二十i2 然后接着 压伸 十i1 再压伸 i3 等于零 所以我上面那个点等于零忘记写了 第三个 我想要依据箭头好不好 我就从这边看哦 看个人习惯嘛 所以我这边没有飘到 流入为正流出为负 会先看到的负 9加1加10 所以是二十i3 再加上十i1 再加上十i2 我可能刚刚眼睛没看好 等于零 这个就开始整理啦 那这边我想偷懒一下 那这边是 我把这个i2跟i3先不看 我只看i1跟15 来15拿到等号右边 变成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负21i1 会等于 负15 但是它这边系数是15 两边同时成一个负号 21i1会等于15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哎呦 这边c11其实就是 21 接着很紫色的 还是这个颜色有什么特别名称吗 我也不确定 我们是要求 i2的系数 我们就直接看 i2的系数跟它的 常数项 常数项移到 1号等号右边 变成 负20i2 等于负10 两边同时成负号 20i2会等于10 所以c22是20 最后 蓝色部分 我们是看c33 c33就是i3的系数 我们留下i3的系数 所以我们这个 还要再压降10伏特放季鞋 我更正一下 刚好现在 同学比较少 所以比较 没有人可以提醒我 哪边算错 所以我要自己去 再算仔细一点 这里最后还会看到一个这个 压降10伏特 这样才是一个完成的方程式 来看i3还有常数 负20i3 负10拿到等号右边 会等于10 所以 i3 20i3会等于负10 2系数是20 所以加起来是61 打按换3 打按换3 这样应该有比较快一点吧 这样就不用算那么完整 下一页 第七题 我们进度比较慢一点 因为我们慢慢算 好不好 主要是让大家听得懂 如下图所示电路 若电流I为3安培 则电源电压B为多少伏特 我们可以用代为0 代为等效 AB点标出来 等效电路会长这样 这也是A点 这也是B点 如果这边是3安培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求RTH 压短流开 RTH其实就是 6并6加上3并12 答案是3加上公倍数除因数之和 加1 哎呦 3加 这个是一个比较丑的数字 5.4 欧姆 这样会有答案吗 算算看哦 对 V会等于IR嘛 这边应该是 几伏特 I乘R VTH等于I乘R 5315 16.2伏特 但是我们是问 原本的电源电压为多少 所以我们就要算VA-VB 来VA等于多少 VTH等于VA-VB VA就是原本电压 V乘上将加分支自己 这边对地 3加12分之12 减掉 V乘上 就是6加6分之6 那其实就是1分之1 我直接写1分之1哦 所以答案是V可以提出来 乘上15分之12 减掉1分之1 其实就是15分之7.5 12减7.5 4.5 VTH是16.2 等于4.5 VTH 乘V可以吗 这边是4.5 前面还有个V嘛 所以V其实是16.2除4.5 也就是162除45 不然用计算机嘛 所以我要慢慢除 这是32 可是其实我已经知道 好像有点问题 3点多 我知不哪边计算错误 想一下 12减7.5 这里是15分之4.5 对不对 我再写一次哦 VTH是V乘上15分之4.5 然后把值带进去 16.2会等于V乘上 45除以150 先约分 再约 所以V其实就是16.2乘上 3分之10 也就是16.2除3 54 VTH 这边刚刚计算错误 第八题 如下图所示电路 若电流I为1A 则输入电压V为多少伏特 1A 上阵下阵的6伏特 所以你也知道并联的话 电压相同 这个电流为多少 6除以3 所以是2A 我们可以知道总电流 多少 2A加1A 所以是3A 所以我们这个4Ω的电压是左正右负的4312伏特 所以我们的V 就是这一点电位 从右边看进去 压升6伏特再压升12伏特 6加12得到18伏特 下页 下页 我们写一半休息一下哦 应该会先讲个快一个一个小时 如下图所示电路 若电流I为4A 而电源电压E为多少 好 好一样 流入为正流出为负 我假设下面这边接地 其实通常电源电压标示这样 就代表我们会把接地设为它的负端 可以吗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这样也比较好算 如果你设在上端的话 那这点电位就是不知道多少 但如果你设在下端 那你旁边这边这点电位 其实就是由dd40伏特再去压升1 所以这点对d的电压就是1伏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接地 未来要求计算的速度 有的时候这个接地我们就不会写了 好所以4A4312 所以这条都是12伏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条电流是多少 就是v除以R 12除以6得到2A 所以我们这两个分支 一个是4A 一个是2A 流进等于流出 所以这个电流是2加4等于6A 流入为正流出为负 所以4欧母的电压是6乘4伏特 24伏特 那请问这点电位是多少 就是我们要求的1吗 怎么求 一样求从d这边 看进去 压升 这个并年是12伏特 再去压升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24伏特 12加24 答案就是36伏特 可以吗 这个是一种算法 那接着我刚刚突然脑中闪过另外一个算法 密尔门嘛 这边设vx 那vx 我用这个颜色应该看得到吧 vx刚刚已经算出来了嘛 由我们题目给的4安培 4乘3得到12伏特 所以其实vx就是12伏特 然后我们再带密尔门 i合乘r并 左边这边看进去是 1除以4 那旁边都没有电源嘛 乘上r并连 4并6并3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除4拿过去变乘4 48等于1 乘上6并3是2 2并4 相加分是相乘 还是最小还是倍数出因数字和好了 2加1 所以1其实就是48乘上4分之3 答案是36伏特 这样也可以 但大家习惯用哪一种 或者是戴韦宁才戴韦宁也可以嘛 10 如下图所示之rc串联电路 当电路达到稳态时 电容两端的电压只为何 稳态的时候 就是充保电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充保电 就是当 这两点 没有电位差的时候 没有电位差就没有电流嘛 因为i会等于v除以r 就会达到稳态 所以这点电位应该要相等 一样是10伏特 就不会有电位差就不会有电流 11题 如下图所示电路若电压v为30伏特 而电流为多少 一样 用密尔门 这点电位设vx vx等于i合乘r并 30除以9加10 乘上r并连 9并6 好 这边电流源的支入不要乘它的电阻 所以答案是 3分之40乘上 3分之40乘上 公备输出因数字和 4加6 答案是多少 48伏特 i就等于v除以r嘛 8安平 12题 如下图所示电路 则流金5欧姆 电阻之电流 与其所消耗之功率各为何 5欧姆电阻电流 这点电位是多少 其实就是 压伸20伏特 流金电阻的电流 i会等于v3r 4安培 三去法答案就是选a更正1 接着 它的消耗的功率就是i平方r 4的平方乘5 16乘5 80瓦 没错 13题 若r已达到最大功率损耗 则r消耗的功率为何 如何达到最大功率转移 就是当r等于rth的时候 所以先把左边做 代为0 知道rth rth会等于压短流开 所以是3并6再加3 所以答案就是2加3 5欧姆 所以这个r其实就是5欧姆 我们的电路可以写成这样 vth跟rth还有一个rl 这也是5 那vth怎么求 都代为0嘛 也就是这边没有电流 因为旁边断路 所以这个3欧姆不用看 其实就是 这点电位就是vth 你可以再用一支密尔门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啊 直接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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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乘上3加6分之6 答案是 10伏特 然后分压分一半嘛 所以这边的电位是5伏特 功率p等于v平方除以r 那v是多少 5伏特 5平方除以5 答案是5瓦特 10伏特 5 诶之前那个 有人送我订阅他的那个 他的贴图还可以用 之后有机会吧 有机会再来画个 不行要等我变成那个 什么实况的合作伙伴才有办法画 自己频道的 贴图 我现在还没有资格 14 如下图所示电路 若RL消耗最大功率 则此最大功率为何 压短流开得到RTH RL要等于RTH 可以获得最大功率转移 那接着问题来 要怎么样才能求他的最大功率 跟刚刚一样把它换成 戴维尼嘛 刚刚已经算出戴维尼等效电阻 接着换到一年等效电压 多少 就是直接10乘10 所以就是100伏特 这样可以吗 或者是你可以用密尔门嘛 我们其实就是算这点电位 VTH等于I合成R病 刚好就是只有这个I和这个10 就跟我刚刚说的10乘10一样 可以吧 一样 分压各分的一半 所以是50伏特 P等于V平方除以R 50平方除以10 2500扣一个0 瓦特 250瓦 实物题 如下图所示电路 则AB两端由箭头方向看进去的代为您 等效电压跟等效电阻为何 当然我们先求等效电阻最简单 因为是压短流开 所以你会知道说10Ω自己的头跟自己的尾接 它会被短路掉 12Ω可以不用看 那接着它的电路就长成了这样 很明显这两颗电阻头接头尾接尾 所以RTH是6并6 得到3Ω 还是要算了 有两个3Ω VTH怎么求 是不是一样的密尔门 从这边看进去的电压其实就是这点电位 VTH VTH等于I合成R并 左边之路是12除6 加中间直接2Ω给你 乘上R并连 6并6 答案是4乘3得到12伏特 所以答案选1 16题 如下图所示电路 则AB两端的诺顿等效电流及等效电阻为何 诺顿等效电流其实就是这边画下去的短路电流 对吧 短路电流怎么求 我们可以先算出RT 算出IT 再去做分流 RT是多少 其实就是4并4再加4 可以吗 这边这两颗 先并连再串连 所以是6欧姆 总电流就是V除R 10安培 所以10安培这样流进去 分流就各分一半嘛 我们知道诺顿电流就是10的一半 5安培 接着等效电阻RN 其实就是戴维宁等效 一模一样 压短流开 RTH就是4并4加4 这个时候就是这两颗电阻并连 然后再串连 一样是6欧姆 刚刚好 好 再来 下一页 17题 如下图锁式电路 I为多少 先看一下它有没有电桥平衡 6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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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18 交叉相乘相等 所以30欧姆可以拿掉 所以RT是多少 总电阻 是不是6 加6 再去并 3加3 3加3 3是12并6 最小公倍数除因数之和 4欧姆 所以I会等于V除R 5 5安培 18题 如下图锁式电路 2欧姆 可电流为多少 它没有问是从下面流上去 还是从上面流下来 所以只要算出它的值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上面这边是不是流病可以换鸭串 我们再重申一次 我们流病换鸭串 就只是简单说而已 比较好记嘛 因为它其实就是戴维宁跟诺顿的交换而已 所以我们简称为流病换鸭串 或者是鸭串换成流病 那这边怎么换 其实就是R一样嘛 那这边会变成流病换鸭串 那它的鸭是多少 I乘R 方向就是流出的地方是正的 右正左腹的2乘4 8伏特 然后其他电路就造写 这样是不是很像一个 密尔门的电路 对吧 很快 如果我们求出这点电位 VX 就可以求得I了 对不对 我们看这条直路啊 没错吧 来VX等于多少 VX等于I合成R病 左边之路是24除以6 中间没有电源 右边是一个 -8伏特除电阻要记的两个串联哦 6 乘上R并联 6并3并6 所以答案是6分之16乘上3并3 也就是3除2嘛 约分 答案是4伏特 所以这个电流怎么流 我假设是流到右边 I会等于V除以R 来VX4 去减掉 可以更正哦 再压身嘛 可以吗 或者是你可以再减掉这个-8也可以 减掉-8 看你要怎么写 V除以R 4加2 所以答案是12除6 也就是2安平 19题 所以我是不是放太大 应该要再小一点 如下图所示电路 若要使电阻R 获得最大功率 则 R值因为何 最大功率 这里是不是可以用Delta Y转Delta 讲一下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好像没有耶 对啊 那我就把它换一下 Y转Delta怎么转呢 那这边Delta 我觉得那个什么 低度闪度那个 有点怀念 ABC怎么换 是不是两两相乘之和 两两相乘之和 除 除对面那一根嘛 现在它其实就是 中间有一个 Y Y 它的Y是663 然后想要把它换成 刚刚写的 ABC 所以RA是多少 两两相乘之和 6乘6加6乘3加3乘6 除对面那一根 A的对面就是6 对吧 A在这边呢 它的对面其实就是这个6 等等就依此类推 36加18加18除6 36乘2 72除6 12欧姆 但是其实这上面这个分 只要把它算出来 因为等一下都要用到 像比如说RB 两两相乘之和 刚刚算过 除对面那一根 B的对面是3 24欧姆 那RC呢 两两相乘之和 除对面那一根 16 所以是12欧姆 算完了 再把它带到原图 那现在要变成了三角形 那最后一颗电阻 就在这里 可以吗 那我把它拉直拉撑 上面这边是A A是有12 RB是24 RC是12 那这个是我直觉反应 是要用Y转Delta 那有的时候 有人会想到 更快的什么戴威宁 那就欢迎留言分享 好电路变成这样了 那R的值就很简单了 要算RTH 压短流开 所以24欧姆 自己的头跟自己的尾接 所以它被短路掉 所以这个图 就只剩下 3跟12先 嗯 要先并吗 不用 等一下再一起并 其实就是 接下来的电阻都并联 对不对 头接头 尾 都接尾 所以我们的R值 就是RTH 3并12并12 也就是3并6 答案是2欧姆 20题 如下图锁式电路 流金3欧姆电流大小为多少 太好了 密尔门 可以吗 假设这边接地 VX 等于I合成RB 左边之路24除6 中间没电源 右边是36除3 乘上R并连 6并6并3 所以答案是 乘上6并6是3 3并3是2分之3 16乘2分之3 约分24伏特 但是我们要问电流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点电位36 这点电位是24 电流大小就是 电压差处于电阻 那我不算大小 我连流向都给你 它是高压流向低压 I会等于36-24除3 所以答案是12除3 4安平 我们写完 25题休息一下 等下继续写 快到了 写完这页 如下图所示电路 和AB二端看入的 戴维宁等效电阻为何 AB在这里 那这个题目是不是感觉斜斜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推过去啊 把3欧姆跟6欧姆往旁边推 变成这样 然后它是问戴维宁等效电阻 电来远短路 所以旁边 就是长这样嘛 然后接着4欧姆 你也可以把它往旁边推 压短流开 2欧姆不变 然后这边是A点 那下面3欧姆连的地方 其实就是B点 然后呢 再把它的指标上去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我把3拿到上面并联 6并3是2 我相信已经有些同学 就直接用看就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 我希望是 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6并3是2 那原本A点其他都不变 再把它化简 这边应该可以 我应该可以直接写 2加2去并4吧 应该看得懂吧 2加2再去并4 这就是答案 4并4是2欧姆 22题 有一个交流电源 就VM上 MegaT福特 接于0.02法拉的电容器两端 求流金磁电容器的电流为多少 电流就是V3R 它这边直接问你正悬式 而且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就直接把正悬式 直接写上去 我就不把它换成 几座标了 10 sin OmegaT V除R 就是XC XC会等于 OmegaC分之1 会等于 10 乘0.02分之1 上下同成10 所以答案是5 Om 然后你要记得 它是电容抗 所以是5角 负90度 然后 角度相除 其值相减 它上面这个正悬式 虽然没有给你 正负角度 但是其实没写的话 就是角0度 所以0度减掉负90 就是加90 所以答案是多少呢 2 括号 sin 10T 0-90 负负得正 加90度 3A 有没有答案 有 23 有一交流电源 介于20欧姆电阻两端 求此电阻消耗的平均功率为多少 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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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它的有效值去算 所以它的有效值是100 VM除更好2就是100 100伏特 也就是V平方除以R 100的平方除20 也就是100 也就是100 乘100 500瓦 24 由于交流电路瞬间功率是V跟整PT是500加1000更好2Sine Omega T加60度瓦 求此电路的平均功率为多少 再提 我想一下 之前好像有同学有问过 好OK 那就是 就是 只要算这边的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只是光是这边的正旋式算出来会是0 所以答案就是500瓦 选3 25题 如下图所示电路 VS是100 角-30度伏特 则电容端电压VC为和 好那VC其实就是 是交流电的分压VC 是交流电的分压VC VC 会等于100角-30度 5 乘上 乘上 相加分之自己 6-J6分之-J6 答案多少 答案多少 100角-30 4-45度 4-45度 那上面其实就是1角-90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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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10 5-10 5-10 1.4 那就把它 除一下看看喔 7開頭的,所以一定是 這個4沒錯 那你剛才我們就要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解 下班部分